同步TGA-DSE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测量技术 它可以在完全等同的环境下同时测量样品的热湿重和热流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是一个无机化合物的TGA-DSE分析结果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DSE显示出三个吸热风 而结合TGA的分析结果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第一个吸热风并非是由于样品的融融 而是由于样品的湿水和湿重所导致的 另外两个吸热风才是真正的样品融融风 因此没有精确的同步测量 我们就会很容易错误的解释数据 正如其他的测量技术一样 热分析测量的精确性和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仪器的设计 有些生产厂家在仪器的设计上试图走捷径 他们提供给客户这种单点测量的设计 无论是水平单点测量还是数值单点测量 其视差三笔信号都不是真正测量出的 而是通过软件模拟和计算的 这种设计的仪器或许造价比较便宜 但是如果客户想得到好的实验结果 就不得不做一些额外的空白扫描实验 TA公司生产的Q600SVT采用这种双臂测量的设计 匹配的双传感器和双臂天平 可以使得样品和参比在完全对称和等同的环境下同时被测量 这种设计真正实现了样品和参比的同步视差分析 因此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可靠的数据 更高的测量灵敏度和精确度 更好的设计 更好的性能 更好的仪器 这就是TA仪器的与众不同 这就是TA仪器的与估设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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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是ST Smoothie